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纳米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纳米侠客行 原子界的武林高手 2.微观世界的化妆师 纳米美容术 3.原子尺度的音乐和 纳米旋律的魔法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纳米侠客行 原子界的武林高手 在原子的微观世界里 有一群被称为 纳米侠客的高手 他们在材料科学的江湖中 恒星无际 以其惊人的能力和独特的记忆 引领着科技的潮流 和创新的风尚 首先 被提到的是 碳纳米管的大侠 他身材瘦长 却拥有惊人的力量 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不折不扣 他的内功身后 导电导热性能出众 是制造超级电池 和强化材料的得力助手 在武林中 他以一根吸管轻松 打败了许多粗壮的对手 堪称一管在手 天下我有 紧随其后的是 量子点击仙子 他身形娇小 却拥有变幻莫测的魔法 他能够发出 各种颜色的光芒 只要改变他的尺寸 就能控制他的颜色 在显示技术和生物成像领域 他以其独特的光学性质 成为了一位令人瞩目的明星 不得不提的 还有石墨西侠士 他身轻如燕 却硬如钢铁 他是一位真正的全能武林高手 无论是导电性 热导性还是机械强度 他都是顶尖的存在 他的出现 让整个武林位置一阵 人们都在猜测 他是否会成为 新一代的江湖霸主 在这个原子界的武林中 还有许多其他的纳米侠客 比如金属有机框架大师 二维材料舞者等等 他们各有所长 各领风骚 他们在纳米尺度上 施展各种绝技 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也在实际应用中大显神威 比如在药物输送 能源存储 环境治理等领域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纳米侠客们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武侠小说 他们在原子的江湖中 以微观的身躯 书写着宏观的传奇 而我们 作为这个故事的旁观者和记录者 不仅为这些原子界的武林高手们 所折服 同时也对未来的科技发展 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想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微观世界的化妆师 纳米美容术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是微观世界的化妆师 纳米美容术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美容行业可谓是日新月异 但你们知道吗 最新的美容大师 已经不再是手握化妆刷的艺术家 而是在微观世界中 精心操作的科学家们 首先 让我们来来解一下 什么是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是指在纳米尺度上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 对物质进行操控的技术 在这个尺度上 物质的性质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就像是我们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魔法世界 而纳米美容术 就是将这种魔法应用于美容领域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面霜中含有纳米粒子 它们可以像微型的潜水艇一样 穿梭在皮肤的深层 将营养成分精准地送达 需要它们的地方 这不仅提高了护肤品的效果 还能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毕竟 这些纳米粒子 可是懂得轻生细语的绅士 而且 纳米技术还能帮助我们制造出 前所未有的化妆品 比如 纳米级的遮瑕膏 可以更好地与皮肤融合 不留痕迹地遮盖瑕疵 让你的妆容 如同天生丽质一般自然 这就像是 微观世界的化妆师 用最精细的笔触 在你的脸上轻轻勾勒 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 当然 纳米美容术也不是万能的 就像任何化妆师 都有可能画错线条一样 纳米粒子如果使用不当 也可能带来不期望的效果 因此 科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中 不断地研究和创新 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病重 最后 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今天的分享 在纳米美容术的帮助下 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觉醒来 皮肤好到不可思议的梦想 但记住 纳米粒子虽然神奇 却不是睡美人的王子 他们不能替代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良好的睡眠 所以 别忘了在追求美丽的同时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你们在微观世界的化妆师的帮助下 每天都能美美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原子尺度的音乐和 纳米旋律的魔法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非常微小的话题 原子尺度的音乐盒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不是要去音乐厅 听交响乐 也不是要去老唱片电话宝 而是要说 小到几乎无法用肉眼看线的世界 去探索那些纳米尺度上的旋律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知识 纳米 这个词爱自希腊语的 意思是诸如 用来形容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一个纳米是一米的十一分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把一米分成十一分 每一份就是一纳米 想象一下 这个尺度是如此之小 连细胞都显得像是巨人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音乐盒上 传统的音乐盒 是通过一个旋转的圆柱或者盘 上面有凸起的针或者凹槽来拨动一系列的金属条 从而产生音乐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机械结构缩小到纳米尺度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在纳米尺度上 物质的性质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比如说 金属在这个尺度上可能会变得更坚硬 或者更有弹性 这意味着 我们的纳米音乐盒的金属条 可以产生一些传统音乐盒做不到的音效 而且 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 这些音乐盒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奇特的音调 这些音调 在宏观世界是完全听不到的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单个原子或分子的振动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 这种音乐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声波 而是通过电子或者光子来传播 这就像是宇宙间的微观生物 在举办一场只有它们能够欣赏的音乐会 当然 这样的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 科学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例如 通过使用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 科学家们可以操作单个原子 甚至已经实现了将原子排列成特定的图案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纳米音乐盒 那么 我们的音乐家可能需要换一个工作 成为原子操纵师 他们不再需要乐器 只需要一台超级电脑和一个超强的显微镜 而且 如果你想要听这种音乐 你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接收器 因为这些音符太细微了 以至于我们的耳朵根本听不到 最后 我们可以幻想一下 在这个微观的音乐世界里 也需有一天 我们能够举办一场原子尺度的音乐节 邀请所有的量子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来一起摇摆 当然 门票可能会是一些特殊的同位素 或者是一些极其罕线的分子 总之 原子尺度的音乐盒 不仅是一个科学上的奇迹 也是我们想象力的一次美妙飞跃 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够听到 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交响了 那将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微观世界的音乐盛宴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内容 在这个充满奇妙和惊喜的原子世界里 纳米侠客们以其独特的技艺和能力 引领着科技的潮流 他们就像是原子界的武林高手 各显神通 各领风骚 无论是碳纳米管 量子点 还是石墨烯 他们都在原子的江湖中 展现着令人瞩目的实力 纳米美容术则是微观世界的化妆师 通过纳米技术 我们可以在肌肤的微观层面 进行精准护理和美容 纳米粒子可以穿梭在皮肤深层 将营养成分送达需要的地方 从而提高护肤品的效果 而纳米级的化妆品 则可以更好地与皮肤融合 创造出自然而完美的妆容 最后 我们探讨了原子尺度的音乐盒 想象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 在内米尺度上 物质的性质发生奇妙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操作原子 和分子的振动 创造出非常奇特的音调 这个微观世界的音乐盒 可能需要原子操纵师 和特殊的接收器 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美妙的想象空间 纳米辖克 纳米美容术 和原子尺度的音乐盒 这些都是微观世界中的 神奇和惊喜 它们不仅展示了 科技的进步和创新 也激发了我们 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和期待 所以 请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与我分享 你们对这些话题的想法和疑问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